汉朝到底毁于董卓之手还是曹操之手 谁才是汉朝真正的罪人 其实汉朝灭亡同董卓和曹操没有什么关系 第一是制度问题 第二是皇帝问题 汉朝是从内部彻底崩溃的 早在最后三代皇帝时 王朝就已经风雨飘摇 我们就看看导致黄金起义 全国大乱的汉陵帝是什么人 小说三国演义中 张角兄弟有这么一段话 张角与二帝商议约 自古至难得者民心也 今民心已顺 若不趁势去天下成为可惜 这是什么意思 张角那套汉朝就要灭亡的邪说 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为什么会这样 汉朝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严重 朝廷腐败到了极点 怕老百姓害得很惨 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么是张角胡说八道吗 并不是如此 诸葛亮的出师表义也这么说 亲小人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轻腿也 先帝在时 梅雨晨论及此事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陵也 翻译一下就是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 这就是前汉所以兴盛的原因 亲近小人疏远贤臣 这就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 先帝在世的时候 每逢跟我谈论这些事情 未尝不叹息而痛恨桓帝 灵帝时期的腐败和胡乱施政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看汉灵帝时代 国家混乱到什么地步 汉桓帝没有儿子 十一岁的汉灵帝 是外戚斗士扶持上台的 由此斗士在朝中权倾一时 汉灵帝不满斗士掌握大权 暗中支持宦官集团 进行武装政变 当时斗士试图铲除 盘踞汉朝百年的宦官集团 后者见横竖誓死 干脆绝地反击 发动九月辛亥政变 宦官的武装一举 杀死了斗武陈帆等人 将他们彻底灭族 由此斗士外戚 暂时被消灭 没想到宦官集团缺少了政敌 权力变得非常强大 也开始掌握朝廷 宦官比外戚还要恶劣 对于政敌一律诛杀 司徒刘和 踊跃少府陈囚 魏魏杨囚 步兵校尉刘纳 暗中密谋 对付宦官 就被全部灭族 宦官逐步驾控了皇帝 汉灵帝这个草包 却竟然认为 太监们对其忠心耿耿 支持他们 进行了第二次躺顾之祸 宦官集团拿到上方宝剑以后 诛杀了大量政敌 搞得朝廷中几乎成为宦官的天下 任何一个大臣只要不巴结宦官 不要说坐稳官位 连性命都保不住 宦官没有后代 又全是也无法传给子孙 比较看重活着时候的享乐 很喜欢聚敛钱财 宦官集团对社会各阶层进行残酷剥削敛财 搞得天怒人怨 朝廷乱成这样 汉灵帝却躲在宫中 娇奢淫逸 他耗费人力物力 为自己的享受 修建大量宫殿 其中包括一些裸宫 在裸宫中 宫女随时要穿一种 袒露下体的服饰 以便供其随时淫乐 汉灵帝有很多变态的行为 甚至让宫女同动物发生关系 自己在旁边观看取乐 宫官集团很快开始难以控制 连皇上也不放在眼里 太监张让宇赵忠 自称为皇上的父亲 汉灵帝终于感到了威胁 很有意思的是 汉灵帝明明对外戚恨之入骨 此时也开始利用妻子的亲戚 也就是外戚合适来对付宫官 走上了之前外戚专权的老鹿 可是上台以后 因为朝廷经济几乎崩溃 没有钱建立新的 嫡系军队帮助皇上 于是 汉灵帝想到一个好办法 就是卖官保绝 这就是明码实价的卖官 任何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做官 朝廷公开宣布可花钱买到 自官内侯以下至光鲁勋 下属 虎奔 雨林等部门职位 卖官的规定是 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 县官则价格不一 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 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 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 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 很多史学家评价卖官政策 是压垮东汉的最后一根稻草 通过卖官上台的官吏 上任以后为了收回投资 只能变本加厉地压榨老百姓 即便是非常富裕的时期 老百姓也经不起如此压榨 更别说东汉末年 当时恰好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小冰河时期 出现了频繁的天灾 由于气温降低 农作物严重减产 导致全国陷入饥荒 老百姓连最基本的口粮都没有 大量饿死 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不救灾 反而还在恒征暴敛 这就是标准的官逼民反 老百姓为了生存下去只能造反 由此汉陵帝还没死 全国就已经到处叛乱 黄金起义也开始了 汉陵帝由于纵欲过度 才33岁就暴毙而死 他死前还给后面的皇帝挖了好几个大坑 第一 汉陵帝为了对付农民起义 改变了汉代中央直接统治地方的制度 搞出了重制周牧 史称废氏立木 他以刘烟为义周牧 黄婉为玉周牧 同年又以宗正刘渝为幽周牧等等 这样一来中国就出现了割据一周 实力强大的军阀 汉陵帝还没死 刘烟等人就已经不听指挥 甚至图谋篡位了 随后各地军阀四起 东汉再也无力控制 国家名存实亡 第二 汉陵帝死前刻意扶持外戚和室 但没有给予外戚足够强大的实力 汉陵帝想利用以合进为首的外戚集团 牵制以石长士为首的内庭宦官集团 自己则借机彻底掌握权力 汉陵帝是个政治垃圾 根本就没有能力控制这两个势力 汉陵帝不断筛锋点火 反而让两个集团矛盾高度激化 到了兵如相见的地步 汉陵帝死后 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 立即展开激烈斗争 到了敌死我活的地步 最终以宦官集团杀死 外戚领袖合进 外戚军队把大小太监彻底杀绝 所为结束 至此 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等于同归于尽了 表面上是好事 却出现了中央朝廷的政治真空 而汉少帝只有13岁 刚刚上台不到一年 还没有执政的能力 这种权力真空 加上地方上军阀割据局面 让野心家并中目 董卓 炒到了绝佳的机会 一举控制朝政 差点改朝换代 早在外戚集团和太监集团 同归于尽的时候 东汉就已经在内斗中灭亡了 第三 汉灵帝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财政烂摊子 汉灵帝时代 朝廷财政完全崩溃 只能依靠买官欲绝维持 地方上灾荒非常严重 老百姓大量饿死 朝廷却压根没有救灾的能力 就连军队也无法通过征粮 维持作战 要像曹操那样 让士兵种地 才能维持生存 由此可见 老百姓实在是没有粮食了 整个国家都陷入饥荒和死亡中 非常可怕 汉灵帝光合七年 全国估计有1100万户 5500万人 而汉灵帝死后的汉县帝建安22年 估计有300万户 1500万人 前后对比一下 竟然减少了4000万人 这是什么概念 早在汉灵帝死后不久 国家人口就减少到惊人的地步 星平元年 也就是汉灵帝死后才5年 全国饥荒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平时首都长安也出现粮荒 一壶补价值50万 城中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 刘邪命令市御市侯文 除太仓米豆煮粥 救济百姓 但因为粮食不够 诚然有很多人饿死 看看汉灵帝的胡乱执政 到了连首都老百姓都人吃人的地步 国家还能不灭亡吗 在歌手里里贝西云